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自上和峰會回京以後 10天尚未露面 引發政壇傳言四起 今天27日 習近平在北京一個具有造勢意味的執政十年主題展露面 形同破除近來與他有關的傳言 據中共新華網報導 習近平27日下午率領中共政治局6名常委參觀了北京展覽館 所謂的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 當晚的中共中央央視新聞聯播也耗費了4分半時間報導此事 並播放了習近平等人參觀的現場畫面 報導還提到 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國務委員 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檢察院檢察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 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等人陪同席參觀 隨同的高官中 唯獨缺席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根據報導 習近平強調要廣泛宣傳及上臺這10年的所謂舉措和成果等 並且提及堅定歷史自信 這次展覽展示習近平上臺以來的所謂成就 有為中國二十大造勢之意 但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如此大陣仗參觀一個地方性的展覽 外界猜測是別有目的 習近平自9月16日從上和組織峰會回到北京以後 其個人活動影像一直缺席官媒的頭版 長達10天 因此 又被海內外解讀為中共元老們發動了政變 習近平被軟禁 軍委改革會議也不讓習參加 不過 也許許許多士兵人士直言留言不符合基本的政治常識 很可能是中共黨內反習勢力的煽動輿論之作 美國媒體Newsmax24日曾經引述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的觀點表示 有關習近平被軟禁的傳言是不真實的 但謠言的本身就是一場潛在的運動 如果不是為了阻止習近平繼續擔任第三個任期的領導人 也是為了給習打一劑眾所周知的政權 日前 中共官方正式公布了2296名當選的20大代表名單 中共宗組部表示 20大代表所謂的選舉 由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部署 外界觀察本次代表名單中的一些細節 透露出中共內鬥志烈 9月25日 中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2296人名單出爐 中共宗組部26日就本屆代表情況進行說明 其中20大代表平均年齡為52.2歲 較19大增加了0.4 55歲以下代表佔比59.7% 較19大減少了10.9個百分點 在代表的構成上 宗組部強調 各項構成比例均符合中共黨中央的要求 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其中生產和工作第一線中共黨員有771名 佔33.6% 女性代表619名 比19大增加了68人 少數民族264名 於上屆持平 宗組部提到 在20大召開之前 還要由20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 確認資格有效的代表將出席20大 宗組部還表示 代表選舉過程中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聽取匯報 作出重要指示 就加強黨的領導 嚴格人選資格條件 嚴把政治觀和連結觀 進一步優化代表結構 嚴肅紀律等提出了明確要求 海外中文圈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組織部的話還能信嗎?貪官污吏都是他們精挑細選的 這明擺著的謊言竟然快持續了百年 厲害了 全過程民主 更加少數人齊全 韭菜苦日子加倍了 在中共的20大召開前夕 已經轉入人大退居二線的習近平親戚應勇 重返政法一線 出任最高檢副檢察長 應勇今年3月從湖北書籍鎮上轉入人大 退居二線幾個月以後 9月2日出任最高檢副檢察長 當天被加封為一級大檢察官 據香港媒體透露 應勇可能會接替張軍任最高檢檢察長 預計明年可跻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在今年6月21日 湖北省第12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出黨的20大代表63名 外界發現 新華社公布的這份名單中沒有應勇 自由亞洲電臺士兵人士高新撰文表示 應勇在即將召開的中共20大之後 以65歲的年齡 晉升副國籍的前景 已經和習近平連任第三屆中共黨國一樣 似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應勇被重新提拔有中共內鬥的因素 高新分析表示 應勇今年3月到4月先後被安排退出湖北省委書記領導崗位 進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二線崗位之後 中央就沒有指示新的湖北省委安排應勇在6月召開的湖北省黨代會上 當選出席二十大的湖北省代表 那這是否就意味著 當時的習近平已經把應勇拋棄? 或者說呢 當時已經放棄了在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後 犒賞應勇一個副國籍職務的原計畫呢? 那就在最近二十大召開日益臨近的時刻 又開始對應勇念舊嗎? 高新引述石板明夫的分析表示 應勇是習近平的一部活旗 如果習一個人說了算的話 他需要有一群為他做事的小弟 如果習一言九鼎 應勇一定會被重用 相反的 如果習被架空的話 習的小弟被要求退休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很大的分水嶺 在今年的7月 中共官方公布了2300名出席二十大代表的名單 這與9月25日公布的2296名代表名單相比 少了4個名單 官方沒有說明這4個人是誰 時事評論員岳山與之前的名單對比 書裡發現 被取消資格的4個人是 黑龍江 華川縣 萬興農產品 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高興超 甘肅省委常委兼省委秘書長周伟 浙江嘉興市委原書記張濱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航天系統部司令尚洪 其中56歲的甘肅常委 省委秘書長周伟 當選二十大黨代表後不久 於今年的7月21日離奇猝死 官方稱因病去世 不過 當時大陸社交媒體分傳周伟是墜樓身亡 岳山表示 當代表當選後未開會即突然離奇死亡 這對中共二十大來說 其實是個不祥的預兆 現年62歲的中共軍方戰略支持部隊副司令員兼航天系統部司令尚洪 是山東省青島人 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 責任九泉衛星發射中心主任 總裝備部參謀長 2016年任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 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系統部司令員 2017年尚洪晉升中將軍銜 中共軍方和武警部隊8月15日公布出席二十大代表 共有304名 其中包括尚洪 但是在9月25日公布出席的二十大會議代表名單中 尚洪的名字已經消失 那另一名被拿下代表資格的 是浙江嘉興市前市委書記張斌 於今年的9月被免職 根據浙江發布9月9日的消息表示 陳偉任浙江嘉興市委書記 此前擔任嘉興市委書記的是張斌 當時就傳出張斌已出事 現年56歲的張斌 承認周山市委副書記 政法委書記 台州市委副書記 代市長 市長 麗水市委書記等職 2018年6月 他任嘉興市委書記 既然出事 黨代表資格自然也被取消了 那至於說高經超呢 是來自黑龍江華船縣 首創山藥養生煎餅 據稱帶領鄉村婦女種植山藥 實現致富 曾榮獲所謂的全國金國建功標兵 據報導 5年前19大有27名代表被拿下 宗組部當時表示 27人因存在不宜作為代表的問題 僅中央批准 不再作為19大代表 其中重慶有14人被取消代表資格 之後又做了增補 因此19大代表2287人 少了13人 在19大前夕 身兼政治局委員的重庭市委書記孫政才落馬 引發了重慶官場巨變 那除了孫政才之外呢 還有原市委組織部部長曾慶紅 市委秘書長王顯剛 政法委書記劉強 副市長陳立平 與中區委書記陶長海5名副部級常委 被撤銷代表資格 當時被撤銷代表資格的還包括3名中將 分別是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政委張書國 國防科技大學前政委王建偉 武警副政委張瑞清 此外還有公安部政治部前主任夏從源 中共的20大前夕 軍方疑似再度釋放整肅信號 繼中將司令員尚紅被取消出席20大代表資格以後 中共軍方少將 彈藥和無人機專家前立志 日前突然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原因不明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的報導 全國政協委員會第78次主席會議 9月26日在北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 並且發表講話 在這次會議中 審議通過了撤銷前立志全國政協委員的決定 前立志是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教授 少將居賢 是著名的信息化彈藥專家 無人機運工程專業創始人之一 信息化彈藥專業創始人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前立志於1963年10月出生 安徽 宗揚人 是中共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教授 武器系統與日用工程學科 博士生導師 2009年7月晉升專業技術 少將居賢 前立志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的原因 中共官方目前尚未公布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 轉發和點讚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